这是一张发表在国外论坛上的旅行照片 发出照片的博主还附了三条简短的信息 一 天空中的那条白线是一架波音7478F 此时它正从伦敦飞往香港 二 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19年10月30日 三 拍摄者此时站在旅馆里 问 这家旅馆的名字是 也许你会对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感到一脸茫然 这其实是网友发起的一项侦探挑战赛 相信我 既然能够通过网络看到这段视频 那你也拥有解答这个问题的能力 不过问题在于 你该如何去使用它 最同用的思路是用图片搜索 但是目前的搜索引擎只会给出一堆无关信息 也许在看到视频的当天 你已经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类似的分享攻略 进而找到答案 但是 请相信我 接着看下去 你会对自己拥有的能力有更深入的理解 在照片发布的当天 图片搜索是无效的 因为其中找不到任何有关城市的地标建筑 照片中的那栋大楼也没有什么鲜明的设计风格 所以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想一想 我们到底知道哪些信息 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19年10月30日 天气很晴朗 拍摄者背对着太阳 天空中飞过一架从伦敦飞往香港的波音747 前三个条件在地球上任何地点都可以实现 所以解密的关键在于 那架从伦敦飞往香港的飞机 要知道 商业飞机的航线基本是固定的 既然航线是固定的 从伦敦到香港 而我们又知道照片拍摄的日期 所以 只要在相关的航空咨询网站上查找一下 在2019年10月30日这一天 从伦敦飞往香港的飞机 再结合它的型号 波音7478F 我们就可以得知 照片中这架飞机航班号是N617UP 找到这次航班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对所有人公开的网站上 得到航班对应的KMARO文件 KMARO是一种特殊的文件格式 它可以在地图软件中显示特定的地理数据 比如一架飞机从起飞到降落 所经过的所有的经纬度位置 还有它在每个具体点的飞行高度 将这架飞机的KMARO文件上传到谷歌地球之后 我们就可以准确地在线 它在2019年10月30日的活动 比如它是如何从伦敦起飞 又是如何从香港降落 而照片的拍摄者 就在这条辖场的飞行轨迹附近 现在我们的搜索范围 从整个地球 一下子搜到了这条辖场的轨迹上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 在它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这架飞机在这条线的哪个点 要知道KMARO文件不仅仅记录了飞机的轨迹 它同时还对应着飞机在每个点的时间信息 比如根据左上角解析出来的信息 我们可以知道 这架飞机是在当天上午的6点多出发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这是UTC时间 也叫协调时间时 它基本和格林位置标准时间相当 我国采用东八区时间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我们的时间是UTC加8 通过使用UTC时间 跨国飞机可以避免因为短时间 穿过多个时区而让自己产生混乱 因此我们明确了飞机位置和时间的对应关系 时期上通过具体的位置和时间 我们就可以得知飞机在航线不同位置时的天气情况 具体操作方式我们一会再讲 而照片中飞机所在的天空晴空万里 所以我们首先可以排除那些在航线上处于黑夜的地段 这里我们用到的是一家名叫 Sunkalk的天文观测网站 将坐标定位到伦敦 然后在左侧将时间拨回到 2019年10月30日 UTC时间6点12分 此时的伦敦很明显 还处在黎明到来之前的黑夜当中 因此伦敦可以直接排除 考虑到飞机抵达目的地的时间是 UTC17点30分 此时的香港是凌晨1点半 根据这个信息 再结合原始照片和飞机航线图 照片里的飞机不可能在已经入业的中国 所以大概可以先排除航线的后半程 而当我们的目光聚焦到飞机的前半程后 会发现此时的飞机航线大体好像正东 所以原先这张几乎一清二白的照片里面 又多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飞机指向正东 拍摄者面朝西侧 看着这条航线你会不会感到奇怪 印象中的飞机都是平着飞 为什么这里的航线似乎要一飞冲天离开地球呢 在地图软件上模拟一下就可以明白 航线之所以这么陡 是因为拍摄者离它太近 既然飞机向东前进 那拍摄者应该在航线的北侧 否则的话这条线看起来会是这样的 和原图完全相反 不过光知道这一点 还是不足以让我们推测出问题的答案 好在这张照片里还隐藏着一个不起眼 但是同样关键的信息 拍摄者面前的这种建筑至少也有五六层高 而照在这栋楼上的影子几乎快要没过它本身 考虑到欧洲地广人系的局面 这应该是一座比较繁华的大城市 所以我们现在的筛查点是 1.航线的前半部分 也就是欧洲 2.距离航线非常近的城市 3.拍摄者在航线以北 所以这座城市也靠北 至少它不可能完全无一航线的南侧 让我们从西向东开始寻找 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选项 但是飞机经过这里的时间是UTC上午6点半左右 此时的阿姆斯特丹天也还没有亮 经过反复的对比和筛查 我们排除了沿途的大部分城市 随着航线的动移 一座条件几乎完美的城市 来到了我们的眼前 柏林 航线穿城而过 而且柏林的大部分城区都在它的北部 此时的时间是UTC7点14分左右 柏林阳光正好 接下来我们需要借助3D视角的帮助 才能够确定旅馆最终的位置 不过直到近距离观察我才发现 想在柏林这么一座大城市里面 找到这么一栋毫无特色的建筑 简直是天方夜谭 即便把范围划定在了城市的北半区 也还是无济于事 借助从网络上搜集到的资料 我只能够走到这里 最终还是网络大神的耐心让我贪服 他们把从不同地点看到的 航线的角度和沿途做对比 划定了一个和沿途视角大致一致的区域 然后开始了魔王式的排查 最终经过大量的对比 那座熟悉的大楼终于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顺着大神的指引 我在软件里还原了照片 而这家旅馆的名字是这个 他们甚至还根据照片中的位置关系 推测出了拍摄者当时所得的房间 还根据此处的KML数据 推测照片拍摄于柏林当地时间 8点13到14分之间 从一条浅浅的航迹 推测出拍摄者具体的酒店房间 这本是0007电影才会出现的剧情 却可以通过对网络工具的合理使用 成为真切的现实 全程我们需要使用的工具和知识包括 UTC时间 KML文件 飞行航程查询网站 免费的谷歌地球 天空观测网站 实际上大神们推导出这个结果 花为了长达几周的时间 我们在这里不过是简单的暗图所记 也许我们无法真的借此拥有 和他们一样的超能力 但我想你肯定已经明白 逻辑的力量能够有多强大